而在星期天也就是16号的上午 市长魏家贤也参加了国父礼的 跟努仪部落风年祭 和太平洋公园登场的巴尔巴尔兰部落风年祭 市长除了自证风年祭的大红包之外 也和族人们热情共舞 更鼓励年轻族人要经常的返乡关心部落事务 一起来振兴部落传承原住民的文化精神 星期天上午天气依然晴朗延任 花莲市的葛努仪部落 还有巴尔巴尔兰部落同步举办了风年祭 市长魏家贤首先前往在明年国小举办的 葛努仪部落风年祭 并制证庆风收大红包和族人们同乐 接下来市长魏家贤再前往了南宾太平洋公园广场 参加巴尔巴尔兰部落风年祭 同样制证庆风收大红包 受到族人的尖叫声欢迎 市长表示 阿美族一年一度的风年祭是重要的文化活动 鼓励年轻族人踊跃回乡参加部落事务 一起来振兴原住民的文化 那我们这个礼拜六礼拜日 总共办了市场的风年祭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部落的头目 那一起把过去族人的文化能够传承下来 那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 都能够回到部落 一起来捍卫部落的文化之外 也能够把相关部落的文化传承下来 那我们主要是希望语言的部分 语言的部分务必要请大家 族人们都能够持续在学习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族群 因为失去语言而渐渐失去了 原本传统的文化 那我们希望藉由风年祭 各种不同的庆典里面 能够找寻出学习的一个机会 那也找寻出学习文化 过去老祖宗的一个智慧 那今天还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族人们 回来参加部落风年祭 那花蓮市公所也会全力的持续支持 相关的活动 那再只要谢谢原住民委会 花蓮县政府 还有各级部会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能够持续推动 部落风年祭 而新兰徐政委也在同一个时间 抵达了巴尔巴尔兰部落 印族人的邀请 市长和县长 与部落族人一起大跳 今年原住民族联合风年节的大会舞 返在来今天 场内场外大家欢乐共舞 充分展现了原住民族的热情与活力 戒律会欢迎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活摄